雄文字幕志愿者 猫前言 我是主持人贝贝 在当今社会 智能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智能产品不仅在人类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连宠物也步入了智能时代 本期节目呢 就带大家了解一些宠物用的智能项圈 16年的时候啊 一家日本公司推出了名为 I-Nupacy的可穿戴智能终端 信了许多宠物爱好者的目光 事实上啊 由于语言不通 人们往往很难理解宠物的精神世界 而这一设备 则能够使用户在一定程度上 贴近汪星人的内心 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关怀 智能终端 内置了心率传感器 可以根据心跳的数据 来分析宠物犬的精神状态 并通过LED灯光的颜色 告知主人 不同颜色的组合 分别反映出宠物的兴奋度 忠诚度 注意力 等各方面的状态 主人也可以使用APP 来查询统计在云服务器上的数据 通过检测爱宠的心情 来进行健康管理 此外 它还具有游戏功能 可以根据宠物的精神状态 来提供游戏建议 有助于增进 主宠之间的沟通和感情 与精神状态相比啊 宠物的身体状况 也是令许多人头疼的问题 怎么才能够让猛宠们 在不踩雷的前提下 获取足够的营养呢 究竟多大的运动量 才适合自己的宠物呢 日前 就有一款号称 世界首个智能宠物碗的产品 于2016年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亮相 它可以根据宠物的品种 日常活动和生活方式 来提供合理的营养建议 包括食物量 食物种类和喂食时间等 配套程序啊 还可以为宠物创建健康档案 并引导用户在此基础上 适度调整宠物的活动 这一些智能项圈 除了能帮助我们 悉心照料宠物 维持其生理和心理健康之外 还可以避免意外 保障宠物安全 澳大利亚宠物科技公司 Squareker 开发了一款名为 Body的智能宠物相牵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哦 它内置SIM卡 并配有GPS追踪功能 通过设置地理围栏 在宠物跑到围栏范围外的时候 主人就会收到短信提醒 同时Body的边缘 还有超炫的LED灯 可以让主人更容易找到 自己的宠物 而且灯光颜色可以通过APP设置 有多种组合与闪射效果 相牵还有光传感器 可以根据周围环境的亮暗 自动调整相牵的亮度 8倍智能宠物相牵配套的APP 支持iOS和安卓系统 它支持地理围栏标记 还有记忆功能 如果带宠物回到之前去过的地方 例如公园 地理围栏功能会自动打开 如果宠物跑到预设范围外 APP会指导用户去寻找失散的宠物 除了Body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Woof的智能项圈 不但有基本的追踪功能 还可以和家中宠物双向交流哦 Woof项圈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学习功能 它可以收集宠物与四主之间的互动数据 为主人同狗狗之间提供更多的互动 装置中内置了麦克风与喇叭 可以帮助主人使用手机与狗狗交流 除了可以随时呼叫它 一旦它发出了异常的飞声 或是莫名的拉扯皮带等行为 箱圈都可以马上通知主人 并且通过数据库 去判断宠物可能遭遇的状况 利用这种双向互动的功能 主人可以随时和狗狗保持联系 研发团队表示 他们希望能够利用收集而来的互动数据 为主人建立更加有效的互动方式 此外Woof利用柔软的外壳 包覆所有的电路系统 因此可以防水防震及防咬 不用担心宠物把相牵给玩坏哦 最后贝贝提醒大家 虽然这些宠物智能设备为生活提供了超出预想的便利 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养宠模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 宠物需要科学的喂养 也需要情感上的陪伴 借助智能化技术实现对宠物们更全面的关怀 和更亲密的互动 才是开发这些应用的最终目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咯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